好看吗 好看 特适合你 特有范 我们会不会太正式了 怎么会呢 这才有范呢 你知不知道 今天可是采访来了 好着呢 真美 别紧张啊 对了 高兴 高兴她之前阻止过我 你说她会不会生气啊 都什么时候了 还高兴高兴呢 现在采访最重要了 你知不知道 别想多了 放松 好 小柔 准备好了吗 好了 特别好 特别好 小柔 你用一下这个冻流红CC吧 特别好 这里头呀 含有很多红酒多酚的成分 用完之后脸红扑扑的 我保准这采访一出 你立马就会红 好 那我们可得试试哈 谢谢赛主编 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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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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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利 嗯 放松 放松 嗯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你这段时间找一家稳妥的专业市场调查机构 做一个有关中央食材处理的市场调查 要列出所有服务公司名单啊 好 没问题 前两天小柔对你态度不好 你别太在意啊 没事 中央厨房和食材保鲜问题 本来就是业内难题 再说她说的 也并非全无道理 我们可以做一个学心的诚实 完美的陆大小姐啊 那个小心眼 要是能有你一半大度 那该多好啊 可你还是喜欢和小心眼在一起啊 喂 大白 喂 高兴啊 今晚不能跟你去吃饭了啊 我今晚还有事 为什么呀 我们家小柔介绍采访的 采访 你把地址发我一下 喂 喂 来 新军 急事 送我去个地方 走 老周 走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厨师 我也是因为一个人的机会 去办法山城 小柔 准备好了吗 好了 各部门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萨主编 嗯 各部门注意 三 二 一 开始 大家好 我是萨西米 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邀请到一位年轻的朋友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她传奇的 等一下 小柔 你跟我来 这 这 这弄哪出啊 小柔 咱不接受采访啊 咱不接受采访 咱不回家 好不好 回家 采访怎么了 我觉得这个采访 阳光积极向上正能量 怎么了 你为什么非要阻止我 是 我有我自己做决定的权利 是 你有你自己做决定的权利 你有做决定的权利 你有做决定的权利 但是 但是我是你男朋友 我是你男朋友 你是我女朋友 我不让你接受采访 为什么 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 小柔 这是一件特别愚蠢的事情 咱们不接受采访行不行 你跟我回家 是不是在你心里我特别蠢 特别笨 特别没见识啊 不是 我都 我已经很努力在改变了 你到底还想要我怎么样 我一直以为我们俩已经回到十一年前的感觉 原来并没有 高兴 是你带我走进了一场华丽的冒险 你为什么在我小有成就的时候 逼我停下来呢 我 有 有太多你不知道的事情了 你听我的好吗 你听我的 你听我意思行不行 真的配 好 我 走 走 走吧 今天到底要见什么大客户啊 是是那并子 答你点大师的亲信 哦 华帽集团的许总啊 你不认识他吗 不认识 高雅 你来了 谢谢叔叔 这是韩木吧 好久不见 您 您就是许总啊 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妈 我就是许浩华 还真的感谢高雅 让我们有机会再次见面 感谢望远镜 对对对 感谢望远镜项目 来 坐坐坐 坐下聊 坐 我们今天这顿饭呢 就是为了望远镜 我们可以好好聊聊 望远镜的未来 聊聊我们的未来 敏轩也来了 他现在是我们华帽集团的执行董事 敏轩啊 爸 来来来来 坐 这两位呢 都是老鼠人了 也是我们华帽今后的合作伙伴 来 为了我们合作愉快 看一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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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记住了啊 嗯 今天晚上真尽兴啊 和你们这些年轻人在一块儿啊 我都感觉自己年轻了 徐叔叔 那丹尼尔大师的事情就拜托您了 放心吧 韩木啊 丹尹会专门来跟你联系这个事情 你们多沟通 爸 你放心吧 等项目进入到执行阶段 他们一定会多接触的 好 那后会有期 再见 慢走 你早就知道 你早就知道 我也不知道 徐叔叔是领初恋女友的父亲 真巧啊 我是说你早就知道 他想重新撮合我和敏轩对吗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徐叔叔只是拜托我安排一次见面 我们现在正在合作新的项目 我没有理由拒绝 我是个礼物吧 我是不是可以被随便送来送去吗 就以你的态度 我现在是以多年的朋友 和工作关系的身份 在跟你说话 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成功了 是你身居高位 可并不代表你要事实完美 你努力给自己塑造完美的外科 可这是错的 你并不完美 可是我爱你 我无可救药地爱着你 事到如今 我觉得我应该做出一个选择了 我最近真的很痛苦 想说在犹豫和抉择等等 不过今天晚这件事呢 刚好给我做了一个选择 我觉你想清楚 你现在失去的只是一份 微不足道的爱情 如果你做出这样的选择 你将失去的是你的事业和前途 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应该选择的是自己的情感和信念 不成为任何人的附属品 这就够了 老白 今天生意怎么样 还行 挺好的 我来 高总 您就别往后厨去了 这后厨乌云密布的 我怕打雷劈着你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老乡 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 我怎么才发现你的情伤 居然低到如此地步 你现在到底怎么想的呀 你说人家杨小龙啊 从天使私处干到主厨 从主厨又打回杂役 然后再一步一步往上爬 人这一路多艰辛啊 好不容易有个萨主编欣赏她 肯定她的价值想给她做个采访 可你呢 死活都不让 你是怕你的女朋友 泡头露面抢你风头吗 大男子主义呗 这事儿不是你们想想的怎样 是 不是我们想象成这样 那高总 您是男的 我们家小柔是女的呀 都说这女人是水做的 得哄着 得宠着 您这一脚天上一脚地下的 您这是想整风的呀 高兴 是你一手把她带到厨师的道路上 你现在是怎么了呀 好 如果可以的话 我不但希望她曝光 我还希望她穿着主厨装 骄傲地站在镜头的面前 成为杂质分辨最美的女主厨 我希望她成为全天下最美的女人 我也希望她能够给所有的人 去分享她的喜悦 分享她的成功 分享她的人生 我会带着蛋糕 带着香槟给她庆祝 我希望她站在碰满玫瑰花的红毯上 跟所有人微笑 这个时候 我会对着镜头大声地说 她是我的女朋友 她的梦想实现了 我为她骄傲 她只要想做的任何事情 我都无条件地支持她 我希望 我能成为她唯一的动力 这很好啊 那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这一切都是我一厢情愿 理想和现实 对啊 差太远了 搞笑 有声音来我第一次 你是你 她们说这个需要切一下 我给你做一张 好 好 好像这个冲茫 切得不是特别均匀 对吧 下次咱们切均匀一点 啊 杨大厨 昨天采访怎么样 采访被取消了 怎么回事啊 高兴她半路把我拉走了 不让她接受采访 为什么呀 叶儿 说实话 我是不是 特别不上台面 不配接受采访啊 谁说的 我觉得你挺好的 谢谢 要不 今天放你一天假 出去换换新酒 不用了 休息只会让我更加胡思乱想 这个没有了 可以再切一点 对了 我们之前不是商量着 要把花椒醉蟹重新演进一下 我找了几种黄酒 咱们试试 好啊 十年绍兴加饭 五年绍村虾水 再闻吧 梅香状元红 十年梅香状元红 十八年啊 我零十八年的酒和十年的酒都分不出来 还做成主厨梦 还曾被采访 小柔 小柔 其实我一直都想告诉你 你已经很优秀了 谢谢你安慰我 不是安慰 是真的 我要是足够优秀 或许 就不会被指引 就不会被指引 这高兴什么毛病啊 非要把事情搞成这样 我觉得吧 她这回应该是有什么男人之友的 什么男言之言 她就是大男子主义 我们男人一样 你说高兴就说高兴啊 别烧着我 我可是暖男 我就陪你逛超市 你多开心 我呸 不好意思啊你 老师 你洗发水又买这么好的吗 就你这头发 买个大桶家庭装就可以了 喂 我这种现代的都市女人 我不得用这种洗发水啊 我是要走向高端的好吗 行 你看看你 这头发和脸 一个样 姐到时候送你一天 洗洗你那个中年的油腻 你才中年油腻 你怎么才中年油腻 你走呢 你把东西先放下 不 你的 过来结账 先生 等会儿 你可别为难我了 你看我把马扫完了 都给你张袋子里了 你说这会儿没钱 这 这么一大堆货 怎么办呢 要不这样 我现在马上回去拿钱 过来结账 先生 您说你没带现金也就算了 可是你连手机都没有带 这 这可什么都付不了啊 前面人还挺多 我去找主管 什么主管 把这些东西给退了 然后你呢 把这个东西 放回原位可以吗 好吧 不好意思啊 没事 没事 杨诚辉 大白 杨先生 这么巧啊 你也来买东西啊 没带钱逛什么超次 你给我 结算 不好意思 让一下 多少钱 我付了 你身为一个收音员 客人万带钱了很正常 你发什么牢骚呀 赶紧算 客户懂得呢 大白 我幸好碰到你了 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没关系的 我原先在超市工作的时候也是 也有客人不带钱 很正常 你最近还在超市工作过 对啊 没事 我先帮你垫着 那怎么好意思 那有几个钱呀 多少钱 你好 一够八百七十元 这么贵 你都买什么了呀 我这不是好久没来超市了吗 就多买了点 行 那个 你先稍微等一会儿啊 好 好 那 东姐 你借我点钱呗 借钱 嗯 多少 九百 啊 刚才那人谁啊 就是我那天在酒吧认识的 一个房产经纪 不 你刚刚认识就把钱借人家了 怎么了 看上去又不像坏人 东方律师提示你啊 坏人不会把坏人俩字写在脸上的 他说这么说还你钱了吗 没说 那你留电话没有 不忘了 你大白 不是 你是猪吗你 我告诉你 你跳我学百块钱 月姐之前还我啊 都还钱 你以为什么人都给你吃的啊 不还钱 京 twenty Have a good one never ever 瑟容 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了 我想自己一个人进一进 饶容 老奥 你相信我 我真的想让你好好的生活 高兴 我真的不明白 我就是想突破一下自己 为什么你不能支持 我以前一直都安分守己 我不敢去尝试新鲜的事物 是 我仍旧过得很不安心 我进了后厨 我以为我会更加地不安心 可是我却在这儿找到了安全感 我喜欢这份职业 我才发现 真正的安全感不是像蜗牛一样 蜷缩在那儿什么都不敢做 什么都不去尝试 真正的安全感是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去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 找到的那份安心和幸福 我真的很感谢你 是你带我找到了这份安全感 小柔 当我躲起来的时候 你找到了我 你拼命地告诉我要往前跑 不要害怕 我做到了 我现在跑到一半了 你让我停下来 为什么呀 就像我们的感情一样 我原本以为我们已经找回了对对方的感觉 我以为只要跟随这种感觉走下去就可以了 可是 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没有办法迎合你的变化 我 我对我们的感情 没有安全 小柔 我 我 我 自己可以回家 你随便 小柔 除非愿意给我一个解释 再见 这个是我的 鞠膏 你的 梳子是我的 你拿走 多帅啊 这个 栏方 你的 这一瓶是我的 然后 这面膜怎么就七片啊 七片怎么了 仙女专用知道吗 不是 谁说面膜只能仙女用啊 那我 小鲜肉也能用啊 鲜肉 你做饺子呢你鲜肉 我不管啊 说好了生活用不一人半 送我去 行 你三片 我四片 我不 我四片你三片 算你刚才关我借钱的利息 好不好 走 右脸 走走走走 送你去 你去 都给你啊 都给你 还真急了呀 我不用啊 不知道女人皮肤最重要吗 谁啊 我 德格 你去 想你了 我也想你喽 进来 我们家小公主 干门 欢迎我们家小柔公主 来到我的地方 快走 柔 柔 我觉得 我好久都没有抱你了 大白 你把我抱的太紧了 你送的 没有 我好久都没有抱你了 对那柔 我太想你了 你说咱们两个上次拥抱的时候 是 是 是好久以前了对吧 我好久都没抱你了 就有点激动 对吧 宝宝 刚什么声音啊 我 我去 你不用开 我开窗了 穿囊风 没事 怎么了 心情不好 还因为那个采访的事对吧 又是高兴 不是 你 你说高兴至于那样吗 就算你是他女朋友 那也不至于这样 是不是 他就没跟你说的 为什么要这样吗 没有 没说 解释只有一个 什么解释 淡淡子主义呗 不愿意让你泡头露面 不是愿意让你被人平等论足 对吧 不至于吧 大阪 我觉得 其实高兴 他是真心喜欢我 真心在乎的 怎么就不至于了 然后我跟你讲 男人骨子里都是一样的 你知道吗 就他这种大少爷 养尊除优的 什么事情都唯我独尊 你这是没嫁过去 你这要是嫁过去了 他肯定不让你出去工作 让你在家里相复教词 你就说吧 你谈个几次恋爱 第一次 我今天晚上不想回家了 能不能在你这儿 接住一晚 一辈子都行 不难受了啊 柔 乖 咱好好的啊 你有我吗 走 咱一睡觉去 好 走 好 这事还不错 好 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气责不好 怎么了 失恋了 上次跟你在一起 那个霸道你总裁呢 看来是真的了 恭喜你 恭喜我 恭喜我什么呀 恭喜你把自己放生了呀 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 是不是还有大片森林等着呢 干杯 干杯 你的霸道你总裁来了 看来是未完待续啊 走了 这种戏码最讨厌 好 我姐 又来一杯一案吧 谢谢 你真的要离开房山 我们 我们放开彼此吧 刚才那姑娘说的我觉得还挺贴切的 我把我自己从方山给放生了 从你身边给放生了 其实我现在还挺轻松的 韩慕 公司暂时还需要你 你先不要离开 公司需要我 我知道 你需要权利 需要地位 我知道你 需要万眼镜项目的巨大成功 你需要那种 那种商场上所谓的刀枪不住 你需要我随时随地的听命于你 这些我都能接受你知道吗 但是你拿我对你的感情 作为牵动我的镂铐 我绝对不能接受 你有什么条件你提吧 我 你不想见 不过你对我是没有感情的 也许我会考虑的 那不是 你 你对我是有感情的 你知道吗 我没法拿我们之间的这种暧昧 来维持我们的信任 我会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重新规划一下我的事业 然后 然后 去找一个女朋友 去找一个女朋友 我已经求过你了 没有你们 我 我也要可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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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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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河 世事无常 回头是岸吧 我认识你那么多年 我从没有跟你说过 我喜欢你 我爱你 我爱你 我很爱很爱你 我把我对我跟你说 就来不及了 都行 我爱你 我爱你 但我说爱你 我都没有 我怎么才能不让你受到伤害 我怎么才能保护你一辈子 一辈子 邓凡琪 我把全身照结了 李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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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害得我好惨啊 我这都快感冒了 你知道吗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七哥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看 小柔那么难过 我总不能把她给赶出去吧 我倒没什么 我告诉你啊 多亏杨小柔起来她就走了 她要进我房间 这事铁定厨房 是 是 是 不过想想 咱俩的事大白于天下 假期真做也不粗 夹你个头 我告诉你啊 东方姐 要不是因为我妈 我早就会不单身了 嗯 嗯 咱这想着假期真做 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龌龊呢你 我们男人真的是啊 蛇鼠一壶 不是 你知道哪儿跟哪儿啊你 你 哪儿 去 去 去 梁先生 你怎么来了 你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了 约定 你有什么吩咐 尽管说 还真有 我想问一下 今天你几点下班 我下班 我没别的意思 上次在超市的事情呢 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 这次过来吃个饭 顺便把钱还给你 好啊 里边请 里边请 哪儿 来 来 我去 这是什么 我问你这是什么 对肉用的料 都有什么 姜片 桂皮 纯皮 单身 缺了什么 圣栈 每一道菜的配料 我都要求后厨写在品单里 贴在料理台上 严格按照品单上的表白配料 为什么会少了一位啊 对 对不起 够买了这条配料 不好意思 纯柔 我担心你不是配料 而是你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 影响了你的工作 生活 精神状态 之前的你在厨房里是个发光体 是充满活力的 是精神饱满的 可现在呢 你毫无状态 小柔 这是你的梦想吗 那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拦你影响我 你知道吗 是 谢谢你 姨姨 我先去调配 我先去调配 怎么回事 昨晚着凉了 不惊吓 大姐 看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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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啥 就那个梁先生 就 就咱们俩去超市的时候 就欠我钱的那个梁先生 啊 那个房产经济啊 看见 那换钱呢 赶紧换换 重点是换钱 那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他真的来了 人家欠你钱 人家肯定能来啊 还错 说明他对我有意思 其实我想想吧 还不错 不是你说的吗 其实房产经济赚的也挺多的呀 人长得那么帅 然后穿衣很有品费 是吧 然后 人吧 我问问人家 问好 问好 那你别信 东方琪 门不瘦啊 祝福你 好吧 祝福你先 要撒 别叫媳妇 我们跟专业的人商量了一下 还是打算实行 中央食材管理基地 这样的话 既能保证山之后的品质 还能为我们下一步做分店做打算 这个可以啊 还可以把控食材的品质 这么说你同意了 对于厨房出品有好处的事情 我当然再聊了 好 那我下来跟选君商量一下 等有了方案 咱们再讨论 对了高相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关于那个 新餐厅的评选 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有自己的特色 什么特色 比如说 双主厨 我想跟你商量 在山之屋正式实行双主厨 我和小柔 绝对不信 你心里是清楚的 小柔很有资格做主厨 她既努力又有天分 是个难得的好主厨 况且当时 你劝我回山之屋的时候也跟我说过 如果我不同意呢 你到底为什么发我呀 你不要再问我了 我之前跟你说过 我根本不想让杨小柔再做厨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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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